那什么是诈骗呢 基本上啦啦的诈骗单多半都出现在代买服务 因为要现金交易才会容易受骗嘛 大家好我是Yuan 那今天这支影片呢 主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啦啦的诈骗单 看到很多社群 看到很多不管是FB或是LINE群 一堆诈骗订单受骗的也有 然后提醒的也有 都有都有出现 那不管再怎么提醒呢文字提醒呢 还是很多人受骗 所以我打算藉由这个机会 来拍一支关于诈骗问题的影片 那话不多说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 那什么是诈骗呢 基本上啦啦的诈骗单 多半都出现在代买服务 因为要现金交易才会容易受骗嘛 那其实这些都蛮容易 防止的预防的 只要你有去注意一些小细节或者是 多种做到的话 基本上你被骗的几率蛮小的 好 那这一个东西呢 这个图片呢 是啦啦官网推出来的 防诈骗秘籍 那有些东西其实没有说到很清楚 那我现在就来解释一下 第一点代付金额不要超过2000 其实这个蛮 蛮笼统的啦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 很容易超过2000 那是不是真的呢 不确定 那如果要怎么确定呢 我后面会提到 那不要超过2000 基本上现金订单的话 就是代买服务 不会超过2000 那如果是除职订单的话 他的啦啦规定呢 是不能超过5000 对就是这么差距大 那这种东西 其实啦啦比较特别的是 是司机去挑单 所以说你想不想被骗 取决于你 你有没有去接 有没有去送 这都是属于自己的行为 那这也导致说很多人 真的被骗 之后去找官方处理 其实官方都没有 给出一定的回应 像我加入的也是啦啦的 赖群 那有人受骗 把他的行为 受骗状况 PO上来之后 也是我们司机自己 私下去解决 而不是啦啦官网出面 所以如果真的遇到诈骗订单 然后你也真的付了钱 那只能寻求司法途径 其实最好的状况就是 你真的不确定的话 你随时录影 如果要我推荐录影装备 那我没有 我没有厂商愿意找我业配啦 哈 所以那我自己本身使用的 摄影装备呢 是 Gopo 10 有时候呢 在接一些比较重要的订单的时候 我会开启摄影状况 然后 全程录影 对 例如我现金交易 我就全程录影 然后照门牌照 他的人 然后照交易金额 然后再把它关起来 然后再 然后运送完之后 抵达目的地 再把录影设备打开 那保持至少 一到两天的时间 放在手机里面 或者是放在摄影机里面 以免后续有任何纠纷 这样你才有证据可以提出证明 对 那第二点呢 是禁止点数 票券 3C周边代买 基本上 比较要注意的是点数跟票券 点数跟票券 其实他有一点没有讲到 就是超商的 交费 对 那有些或许是真的 中华那个什么电话费 忘记缴之类 然后帮忙代付 不过真的蛮少的 因为现在基本上 这种 缴费的网路上 自己缴一缴就可以了 所以 请自行协调是否接洽 那点数不用说了 除了3C 3C产品以外 其他基本上现在网路那么发达 网上交易都可以 所以 基本上看到都是诈骗啦 除非他真的是原始人 没有在用手机的 但没有在用手机买点数干嘛 玩游戏就是要用手机玩游戏啊 才会买点数啊 对啊 那缴费 缴费你就是要使用手机才会缴费啊 对啊 所以除了买3C产品以外 基本上 阿多多诈骗啦 那3C产品呢 你可以协调买 例如订单内容是 假如是买耳机 买充电线那OK 那如果是买手机之类的 可能你就要协调了 因为这种价值都偏高 那偏高呢 你可能会物品受损 或者是 付的钱会过多 所以避免 除了我说的 其他那种单以外 都不要接 那一看就知道是诈骗 如果看完我的影片 你还被骗那我也没办法了 对 那再来呢 官方网说到 不带买标示不清楚的 东西 就例如说 有些客人其实很习惯 只是购一个带买服务 然后什么都没有出现了 对 什么资讯都没有给 或者是说 帮我 帮我去某某店家买个东西 可是金额没有确实的打出来 这那这个时候又要小心了 不一定是诈骗 说不定只是单纯 他打备注的时候 忘记打了 这种情况呢 就是自己判断 那可不可以接呢 可以 你可以打电话 询问 先打电话询问 那他如果电话内容 基本上都询问的到 那就可以去接 又或者用文字 文字叙述 什么品项 多少钱 需不需要报手机号码 需不需要报名字 这种比较清楚的 清楚明白的 代买服务 OK 你可以去接 那下一个是不交易实体店家 没错 这个很容易就是 很容易遇到诈骗 为什么说很容易呢 因为 因为有些路边交易的没有发票 所以 你如果被真的被诈骗的话 你完全没办法凭借着发票 哇 前面那个直接往右切 好不好 如果你没有拿到发票 那么你根本就是不能退货 那如果是实体店面的 那还可以 如果没有开发票 其实还算OK 因为你还可以 如果找不到收件者 你可以骑回去 取件的地方 然后跟他说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或者是联络不到 联络不到这位 那个取件者 所以只要不是实体店面的 尽量不要去做帮人家带买 例如我只是随便找一个店门口 然后跟你拿个东西给你 然后给我钱这样子不用 这个千万不要 不然你到了送件地点 你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谁 那你就算有影片又怎么样 你有影片 你还是追不到那个人啊 你也只能报警处理 那报警处理 又要一堆手续开始查 然后开始备案什么的 你又拖了很多时间了 所以说 没有实体店面的 千万不要去任何交易 对 那他下一条就是我刚刚说的嘛 就是路边交易之类的 或者是一些奇怪的地方交易 然后金额呢 又偏大这样子 然后也没有什么发票证明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一个依据在 然后什么也有可能看不到什么内容 对 这种订单就 你接到了没关系 直接给他取消 以不被骗 不被骗到钱为准 那他基本上账片单也很少遇到儲值单啊 他们都没钱去处置 对 所以 请各位自行观察 多看 不要心急了就滑了就开始跑了 滑完单之后抢到单之后至少还要看一下内容吧 最基本最基本的吧 不要晕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啊 对啊 然后再下一个就是注意到如果电话不通就要小心了 例如我打给 如果你的习惯不好你是直接先去取货 那你可能就是很容易受骗的那种人 就是例如说我抢到单了然后我直接去指定地点然后用文字 跟他说 哎 我到了 然后他就给你你给他钱他给你物品 然后你就先你 你就拍完照好准备出发了这样子 这样 你就是特别危险的那一种 所以说呢我们在接单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事先怎样 事先抢到单以后 看到单好我先打电话给订单者 跟他说询问说哎 请问物品 运送什么东西 就是询问一下大概内容啦 只要有通有这个东西有有这个人 你联络的到就好 然后如果是代买服务呢 你可以先打给送件地点 送件人就是要送给他包裹的人的电话 询问他哎 我是不是要代买的金额对不对 然后什么反正就是你要联络的到两边的人 除了收件人要联络外取件人也要联络 确保说你找得到人 然后不会空号 因为大多的诈骗单 基本电话都是打不通的 要码是空号要码是关机 所以各位请小心 那下个注意呢 就是飞客服时间 不接取可疑订单嘛 那拉拉的客服呢 就是之前有提到 三大家平台那时候比较有提到说 我们的拉拉客服时间是有上班时间的 他不是像熊猫是24小时的 所以说 我们在跑深夜订单的时候 那就要特别的注意 以及留意了 不过通常就算有客服在好像也没有用 因为你真的被骗了 有些人真的被骗了回报客服 好像客服也没有要处理的打算 大多 我知道的诈骗单 基本上 都是私下解决 私下报警 对没错 就是这样 那这点呢 就看看就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官方 官方做的防诈骗密集嘛 所以说 只要做到以上几点 留意一下 基本上很 很少会被骗到啦 毕竟拉拉的性质不是系统派给你的单 而是说你去接单 那你接单你就要去特别留意 电话是否通 然后备注是否清楚 物品内容是否正确 代买金额是否过大 以上呢 就是 防诈骗的影片 那希望各位不要再受骗上当了 最后如果真的遇到诈骗怎么办 然后你又刚好没有 录影 那么可以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 那就是 故意去接诈骗订单 对就是这个办法 然后呢 你要多找几位拉拉司机或者是朋友 一起去取货地点 看这个人是不是上次骗你的那个人 然后好好的抓住他 带他去警察局或者是报警 那这件事呢 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做 怕有什么危险 对 毕竟做诈骗的 就是很缺钱 那缺钱的人呢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所以说大家 如果 如果大家真的遇到 诈骗单 然后你也刚好接到 你又刚好没有录影 然后你又刚好真的 傻傻的付了钱 那就只能这么做了 没错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诈骗 我平平安安的跑单 快快乐乐的回家 那么喜欢我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加分享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